我们今年种了五亩地的红树 先是红树 有很多朋友问 我们种红树的时候 你是翻慢还是提慢 因为红树 它这个慢 很容易在上面长了个不定根 如果时间长了情况下 不定根上面还会接着小红树 消耗养分在里面 因为本身它接不大 接那一点 你形成不了伤兵果 同时它还要浪费养分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在说 你是翻慢还是提慢 翻慢就是把红树状放到上面去 提慢就是提一下 把这不定根给它破坏掉 而我们的做法是既不翻慢 又不提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假如你是农场化的 动植情况下 你今天翻慢也好 或者提慢也好 这个用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现在搞动植啊 很大的一部分的成本 就是用工成本 那么你不去翻慢 不去提慢 情况下你怎么做呢 就是要控制这个红树的望长 缩短它这个境间的一个几率 降低发生不定根的这个几率 这样的做法 所以说红树空望就很关键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在红树开始伸慢的时候 才用多条路去防护一次 再等十天左右的时候 再去用多条路去防护一次 两次的化空以后呢 它这个红树啊 你看 它的境间呢 本身这个红树 呃 属于猪慢型红树啊 境间也比较短 比较短以后 你看 它下面就很难再发生这个不定根了 基本上没有 你看 控制望长以后 还有好处就是 控制上面的境间的生长 同时呢 它可以促进你的手挂 手挂的一个膨大 控上促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除了化控以外呢 还有在中后期的时候 使用磷酸二氢钾 因为本身红树呢 它对钾的元素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我们通过页面补充这个磷酸二氢钾 除了补充钾以外 同时呢 高弄度的磷酸二氢钾 还会起到一定的控旺作用 一般弄度呢 就是一桶水 三十斤的水 你可以加上 一百克到一百五十克 这样的一个量 基本上一个礼拜 喷一次 一个礼拜喷一次 这样的话 你的红树 既能降低了人工成本 同时呢 你的红树产量 又能提升很多 看这土里面是什么东西 小圆袋 都是啊 这个是我们的大棚 看见了没 我们这大棚 在有二十天 就开始准备种植这个秋延后的高口感番茄了 刚才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撒的羊粪啊 这个小圆袋 看见了没 很纯的 纯羊粪 纯度百分之百 一个大棚 我们基本上都用在四到五方 因为我们的一个棚啊 是将近一亩地 用四到五方 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用量 实际上目的是干啥呢 就是为了提升这个番茄 它的品质 因为有机肥 它这个元素含有的比较均衡 另外一个呢 有机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碳 很多人都说啊 这个作物最需要养分是氮粮甲 实际上不对啊 作物需要的量最大的一个元素是碳 但是呢 我们这么多年使用化肥以后 这个土壤当中的碳含量非常非常低了 碳含量低了以后 氮含量高 碳氮粮不均衡 就会导致你你种这个瓜果呀 它的口感会很差 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在土壤当中补充这个有机肥 来提升土壤当中碳的含量 把碳氮比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比值 这样的话 你这个作物在这样土壤当中生长的情况下 是最适合生长的 它生长生长得快乐了 它快乐生长了以后 那么它结的果实呢 就会非常好 果实的口感 才能把它这个品种表现出来 所以说在种植端呢 我们一般投入的成本还是相当高的 我们在这个番茄苗基本上都换过来了 实际上这个夏天呢 高温季节栽番茄啊 有很多农户是不敢去种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番茄的病毒病 是很难去控制的 因为病毒病 你发生以后无药可治 并且呢 它发生以后 很容易是大面积发生 哪怕你是采用抗病毒的一些品种 实际上病毒病还是很难去处理 你像我们现在 是在这个七月底栽种这个番茄 并且我们这个品种 还是不抗病毒的品种 因为老品种的番茄 它的抗病能力都非常弱 所以说今年我们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但是呢 我们是会采用哪些措施去防止这个番茄病毒病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番茄门口啊 包括我们这边通风的地方呢 都是采用的是防冲网 防冲网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这个飞尸啊 进入到我们大棚里边去 因为这个飞尸是传播病毒的一个罪魁祸首 你把这个传播源你给它切断了以后 那么你这个病毒病的发病几率呢 就会大大的去降低 所以说我们中置户 如果你像防止病毒病那块 首先呢 你这个棚里面 一定把这个飞尸给它控制住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棚的两侧的放风口 包括这个两端的山墙的通口 全部是用的是防冲网啊 全部用防冲网 你进了门的话 你得用门扎再做 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操作呢 就是棚里面这个飞尸啊 防止 你大棚里面最好去悬挂这个黄板 粘掉一部分粉尸 在粘掉同时呢 你还可以给你起到一个预警作用 你看到你的黄板上粘的飞尸多了 证明你这个棚里面的飞尸开始多了 这时候你该化下去防止的话 也可以硬化下去防止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番茄啊 自身的抵抗力 番茄如果它生长非常健壮的情况下 那么它感染病毒这个几率呢 就会相对大大降低 当然了培养状苗这些话 它也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啊 这是通过你翻耕 到你的棋笼 胶水 蘸根等一系列去操作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我这个视频呢 会持续在更新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番茄苗栽种以后 缓苗结束 一般就是七天左右 都可以长新一段了 缓苗结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建议种植库呢 可以去用 纸霉素 银朵鱼酸 银胎素 酸源付费的一个调节剂 去喷洒一遍 来提升这个作物的抗击性 这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去防止这个病毒病的发生 来看一下 这个花生啊 特别是到七八月份呢 我们种花生的时候 我们奴户经常会发现 这个花生出现黄叶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很多人有时候说啊 都是缺铁啊 就是硫塞鸭铁开始补充 但是突然发现 你补充了一种银铁铁铁后 这个黄叶还是有 实际上造成花生黄叶 这一块有多种原因造成的啊 有时候并不见得 仅仅是缺铁啊 好比说我们那个根斧 特别多年的 花生东东之区这一块啊 冲刹地啊 出现根斧病以后 你也会出现花生黄叶 不过那个花生黄叶的话 底部的花生叶也是黄的 你想这个底部的花生叶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只有新叶出现黄叶 像这种呢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有缺素 缺素当中呢 首先呢 缺铁也会造成这个花生黄叶 另外呢 缺氮 缺氮这一块 也会造成 缺氮这一块呢 一般表现就是黄叶出现 它这个叶比较小啊 比较薄 很明显的就是缺素 缺氮肥这个 这个相对是比较少见一点 一般情况下缺铁和缺钙 这两个是我们常见的花生出现那个黄叶的一个常见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种植户如果再去防治这个花生黄叶的时候啊 先去判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再去采取措施 花生黄叶记住 不只是因为缺铁才能造成 缺氮缺钙跟缚都会造成 所以说呢 一定要多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这么定了 有一个人都很感 respected 没有人在啊 你们有还 moons